瓦居樂在吉隆坡又有新盤發售了 想了解多些 我們現在馬上帶你去看 現在和大家介紹的是瓦居樂集團在吉隆坡發展的第三個物業項目 第一個是滿家樂 第二個是在布吉便單升江大道 兩個都已經買到滿堂行 非常好賣 非常受歡迎 今天介紹的是第三個項目就是Embassy Garden大市花園 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看看我們附近的生活環境 瓦居樂Embassy Garden大市花園 位處於吉隆坡市中心 安邦領事館區 在我們附近已經有十多間不同的領事館 其中美國、日本和韓國領事館近在此斜 所以這個地點治安是絕對一流的 而如果有小朋友在這個地方居住 我們屬於一個國際學校的校網區 在我們這裡已經有三間不同大小的國際學校 包括有ISKL 吉隆坡國際學校 西夫國際學校 西夫國際學校 以及Taylor 國際學校 所以如果想小朋友在馬來西亞居住 然後上學方面 這個樓盤絕對非常適合 當然這個地點亦都非常之鄰近就是地鐵站 我們步行都不需要多過兩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最近的LRT輕鐵站 可以坐一個車站 我們已經可以去到KLCC的購物廣場 坐六個車站我們可以去到吉隆坡的基鐵總站 由基鐵總站去吉隆坡的國際機場 只需要三十分鐘的車程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 所以無論在自住或投資收租 這個地點都是非常之適宜的 除了讀書的配套很好之外 這裡附近也有兩間非常之出名的醫院 一間就是Prince Court 太子閣 而另一間就是Grand Eagle 廣義醫院 兩間醫院都是非常之近我們的樓盤 所以如果一些退休的人士 你想在這一邊過退休的生活 可以隨時享用到醫療的服務 是非常之方便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馬來西亞居住 也要找一個可以適合到 大家可以方便逛街購買東西的地方 我們由這個樓盤 去我們的購物中心 KLCC雙子塔 只是1.5公里 駕車只需要讓望六分鐘 坐車的話 只需要一個車站的距離 我們可以去得到 所有要賣的東西應有盡有 非常之方便 現在進入710呎實用面積的單位 會見到一個開放式廚房 所有這裡看到的廚具電器發展商已經包括了 在我們這個開放式廚房的旁邊 就會見到我們一個很寬敞的客廳 裝修舒適馬子 所以一個這麼均整的客廳裡 要擺放傢俬絕對是非常之容易的 這個710呎實用面積的單位 總共有兩個房間和一個洗手間 可以看到我們第一間房間 可以放得到一張非常舒適的寬敞大床 第二間房間亦都可以見到非常之舒服 所以這個單位非常之適合一家大小可以在這裡住 這個單位屬於一個雙搖時式Dual Keep 雙搖時的意思其實我們是一屋兩庸 先介紹我們入門的右手邊這間屋 我們自己本身有一個客飯廳開放廚房 再加上我們這個屋裡也有一間睡房和洗手間 至於第二間屋是怎樣呢 現在跟我們看看 剛才跟大家介紹過 雙搖時的單位就是我們入了家門口裡 右邊會有一間屋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左手邊 其實都不可以叫房間 一間屋是沒有說錯的 先見到有一個簡單式的開放廚房 現在我就跟大家看看我們這間屋的睡房 介紹完廚房之後 現在就輪到我們的睡房 非常之大 可以見到一張King size platform之後 還可以三邊落廠 你可以知道我們這個房間究竟有多大 其實雙搖時Dual Key的設計 一方面一個單位可以收兩份不同的租金 另外第二方面 作為香港人的度假屋 一個單位自主 一個單位收租 也可以作為自己的收入來源 所以Dual Key這個設計非常之好